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神奇的减脂水 它可以帮助我们燃烧船身的脂肪 尤其是腹部和大腿根部的脂肪 坚持喝一个星期 腹部的脂肪将会神奇的消失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它的具体做法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个柠檬 先加入少许的清水 把柠檬湿润一下 在清洗柠檬的时候 我们撒上一小勺的食用盐 还有小罐勺的小苏打 然后把柠檬的表皮油搓干净 柠檬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比较常见的一种食材 柠檬具有促进素变排出的作用 有很好的排毒功效 另外柠檬在抑制脂肪积聚的方面 功效也是非常好的 具有消耗多余脂肪的作用 柠檬中的柠檬酸可以抑制脂肪的积聚 当我们摄入柠檬酸后 能有效的防止我们饮食后出现的血糖值飙升 同时分解疲劳的物质 乳酸 另一种食物中摄入的糖质和脂质 可以快速地转化成能量 届时被消耗掉 避免多余的脂肪 同时还能促进全身的代谢力 另外柠檬的清新香气 可以避免压力进食 当我们情绪处于高涨或者是波动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产生压力 从而通过进食来缓解 这样的饮食方式对于减肥来说 绝对是大敌 而柠檬的清新香气 能够帮助你平复心情 缓解情绪 让你心神安定 防止伪食欲爆发 此外还能促进血液循环 提高代谢力 我们喝一些温暖的柠檬水 能够缓解内脏过冷等问题 加上柠檬酸的作用 起食体内的能量能够快速地消耗 传身血液流通 代谢力立刻提升 如果你每天坚持喝一杯 你也能养成益寿的体质 柠檬水饭前饭后喝 它的功效都不一样 我们吃了味道很浓的食物 或者是摄入了太多的汁质 在饭后来喝一杯柠檬水 就会让你立刻的舒服下来 也能防止伪食欲再次作怪 可以促进消化 将低脂肪的吸收 而饭前喝 则可以活化肠胃的机能 提高消化能力 能够避免进食后的消化不良 导致过多的汁具 所以我们平时喝一些柠檬水 好处是有很多的 但是也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喝 例如胃酸过多 或者胃溃疡的人就不适合喝 柠檬去喝 切成小块后 我们把它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一块生姜 也是用少许的水 先把生姜打湿 然后再扎入一小勺的食盐 把生姜的外皮搓洗干净 生姜中含有一种姜辣素的成分 它可以刺激人体出汗 促进人体内的血液循环 加速人体内的新陈代谢 并通过出汗排出体内的毒素 加快体内脂肪的氧化消耗 而达到减肥的效果 另外 生姜还具有一定的膳食纤维 这些膳食纤维可以抑制体内的物质 向脂肪转化 从而减少体内脂肪的堆积 达到减肥的目的 同时生姜还可以帮助人体去除湿气 降低体内的血汁和胆固醇 对减肥有一定的效果 生姜彻底清洗干净后 我们再来把它切成湿 我们平时吃一些生姜 对我们身体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 可以去湿减肥和提升我们人体的阳气 但是因此火旺 体内有食热的人就不适合 生姜切好后也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三克的丁香 丁香是有很好的调理肠胃的功效 能够改善循环 促进代谢 带出热量 具有一定的减肥作用 尽管我们已经使用丁香很长时间了 但近年来科学家才开始研究丁香的健康益处 发现丁香有四个最主要的作用 第一 丁香可以减少口腔的细菌 从而消除口腔炎症 对牙菌斑 牙蝇炎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可以保护口腔的健康 第二 可以降血糖 治疗糖尿病 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在使用胰岛素的时候 会发生胰岛素抵抗 使胰岛素作用降低 而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的小鼠实验 发现丁香的提取物 能够降低小鼠的胰岛素抵抗 另外 丁香的提取物还可以改善糖耐量 胰岛素分泌和B细胞的功能 第三 可以减少癌细胞的增殖 治疗癌症 丁香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 科学家们在实验中发现 丁香提取物能够减缓人类癌细胞的增殖 并且它可以增加结肠癌细胞 和有限癌细胞的死亡 第四 减肥 降低体重 消除脂肪肝 科学家们还研究了丁香对肥胖的影响 发现丁香有明显的预防实验动物肥胖发生和治疗肥胖 减轻肥胖患者体重的作用 能够抑制机体对脂肪的吸收 减少脂肪在体内的堆积 从而达到减肥的作用 丁香作为香料也作为中药 人们经常会在汤炖肉酱汁和米饭中加入丁香 作为一种香料 虽然丁香对我们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但是我们也不能过量长期的食用丁香 另外对丁香过敏的人也不要食用 接下来我们把柠檬倒进砂锅里 柠檬我们这里要半个就可以了 把切好的姜丝也一同倒进去 姜丝也是要一半就可以了 冰箱也一同倒进来 然后倒入一杯半的清水 大约400毫升左右 然后我们盖上盖子 先开大火来把它烧开 烧开后我们再来转小火 让它煮上10分钟 10分钟后 我们这道神奇碱汁水就做好了 最后我们用筛子把它过滤出来 这道神奇碱汁水 最主要是帮助我们减去腹部和大腿根部的脂肪 对于消除腹部的脂肪有非常好的效果 饮用的最佳时间是早上饭前半小时 但是怕有胃部不吃的人 我们也可以选择在饭后半小时再饮用 如果怕酸的朋友也可以加入一勺的蜂蜜 我们等柠檬水降至五六十度的时候 就可以加入一勺的蜂蜜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 我们坚持联合七天 你就会发现你腹部的脂肪已经悄悄的不见了 正在为腹部脂肪烦恼的朋友 你不妨也试一下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点赞收藏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